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的分享介紹的車種別呢 是三菱的GALEN 這一台呢是98年 98年大概到03年左右上市的車 當時的代言人是金城武 所以這台車當時上市的時候呢 也是非常的熱銷的車款 而且這一台呢是2000cc V6的引擎 國外有動力更大的版本 像是VR4的 它的懸吊系統呢其實很棒 前後呢都是雙A倍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上座的話在這裡 引擎室打開之後呢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阻擬的調整 瞬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擬調整 前面的邊緣器是雙A的懸吊 所以跟之前的K8 K6的懸吊很像 那它前面行程會做的比較長一些 所以在舒適度上的話呢 就會比較OK一些 前面的話KT是配置了200長 12公斤的彈簧 那它調整車高的方式 是從筒身這裡呢 的上部頭盤裝開之後 它的長度變長 側高就會變高 長度變短側高就變低 那裡面的油空一樣是 意大利的IP的主人友 這是200長12公斤的 那車主原來的避間器呢 也是改裝的避間器 也是日本知名的品牌 版本的話是應該是Felix 這是HA的版本 是筒身不可調的 是靠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就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啊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呢 就會不太一樣 那它的都是沿用延長上座 KT都是有附上座的 後面的部分的話呢 它的上座是在後椅背的上方 所以調整阻尼的時候呢 就會稍微比較不方便一些 在這裡 調整阻尼是在後上 它的上座有兩個螺絲 在這裡調整阻尼的方式 跟前面一樣 只是要多拆了一些零件 後面的話呢 也是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它的拆裝的話 除了要稍微拆一下內裝之外 其他的拆裝還蠻簡單 便利器下方只有一顆固定螺絲而已 那調整側高的方式呢 跟一般介紹的就不太一樣 它一樣是 一般我們之前 大概比較常介紹的 都是拖曳幣的系統 後面彈簧跟便利器分開的 那像這樣 雙A懸吊的懸吊系統呢 目前的話 只有像是IS系列 因為造價成本越來越高 所以這樣的懸吊系統 在通常只有出現在 比較高級的車子上面 後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 220x6公斤的彈簧 整體車子的外觀都還布得很漂亮 預計 等一下的車高呢 前面會大概是2指骨 後面大概1指半左右 跟原來的車高的話是差不多 那車主的話 原來也已經有改裝了17吋的鋁圈 225 45 17 這條是頸圖的PS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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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那今天的安裝就差不多完成了 等一下就只有剩下微調跟錄式了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